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Nadia 今天的開場是Nadia寶寶 嗨 大家好 我是Phoebe 我已經從紐澳梁回來了 我覺得紐澳梁非常好玩 那我接下來也會有 紐澳梁的Vlog 可是蠻可惜的就是我 這一次因為去了一個鬼屋 然後有點中邪 就是如果你們有看我上一部分享的Vlog 身體超不舒服的 所以我後來兩天基本上都是躺在床上 我除了去按摩之外 基本上什麼事都沒做 除了第一天晚上我們去Bourbon Street 我買了一些就是小磁鐵啊 紀念碑 紀念碑 那邊很多 污毒跟骷髏頭的東西 因為那個城市就是 有名 女巫很有名 詛咒女巫這些就是那邊很有名 然後我男朋友送了我一個這個蝴蝶 他說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時候就是 穿著一件藍色的衣服 藍色洋裝 所以他在網路上看到他覺得很可愛 他就買了 我男朋友很有趣他常常會買一些 我也不太理解的東西 但是我就覺得他這個心很好 因為他就是看到什麼想到的他就會買 雖然就是這個 蠻不是我的Style的 不過我還是會偶爾戴一下搭配衣服 農夫市場就是他們的那個French Market 就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Market賣的是 比較好 因為你還可以討價還價啊什麼的 但因為我那天就病了 就去不了了 不過希望以後有機會能夠再回去那個地方 我覺得那地方真的蠻酷 就是 是一個很奇怪的氛圍 就是 感覺很像一個很大的wraith party 好難解釋喔 希望以後有機會 可以再回去 然後可以拍到更多東西 然後也請你們就是期待我的wad 這個人的祖先不是奴隸 就是妓女 罪犯 大部分的人 那當然也有一些有錢人 就住在法語區裡面 然後我們還有去逛粉墓嘛 那逛了粉墓就是造成我這次 呃...中邪的原因 哇賽超痛苦的 我一直覺得有人掐著我的脖子 捏著我的鼻子 不讓我呼吸 整整兩天我除了去按摩 就是一直躺在床上 真的是要了我的命 可是還好 我一回到多很多 欸就居然神奇的好了 我一直覺得蠻厲害的 那我們就一起去看看我這次 搭同等艙的vlog吧 希望你們會喜歡 呃...我們這次全程都是做AA 就是來回都是做 American Airline 然後他基本上服務 有可能是因為是頭等艙 服務非常好 他會很友善的跟每一位 進來的客人打招呼 但是因為 嗯...從 加拿大到美國是蠻短暫的 所以就算是頭等艙 其實你們也不要把它想得太好 它空間可能就是 腳能伸直 然後有無限的走跟有飯可以吃這樣子 就是跟我們一般從亞洲啊 搭到美國 或者是從搭去歐洲那種長途的 頭等艙其實還是有距離的 飛機上的餐點 其實 嗯...那個雞肉我覺得還行 不是太乾 但是他們launch裡面的東西 就比較少 嗯...有一些三明治水果 蔬菜沙拉 但是已經算是就是 美國我覺得 launch算是東西比較多的了 因為我有時候去一些launch 它是根本只有 酒跟 就是一些點心餅乾這樣子 那還算 這個launch的表現也還算舒服 那飛機上的甜點 最後就是一塊巨大餅乾 嗯...我是點來拍照 但是這個餅乾我覺得 好像吃下去會太飽 所以我不太清楚它的味道 是我男朋友吃的 那這一趟的就是 頭等艙經驗我非常的感謝我男朋友 給我這個驚喜 讓我可以搭 因為其實通常這麼短的短程 我不...除非是點數升等 我不會自己去買什麼頭等艙的機票去搭 然後很感謝他 因為我有那個空間恐懼症 然後他就讓我搭頭等艙 然後他也陪我一起搭頭等艙 然後我就覺得好開心啊 謝謝...謝謝我的男朋友這麼疼愛我 謝謝大家今天觀看我的節目 你們對於我這個 頭等艙的經驗還滿意嗎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滿意 然後希望就是 你們能夠幫我的影片按讚 留言 告訴我...嗯... 告訴我你們有一些什麼想法啊 或影片好不好啊 跟我做多一點交流 記得一定要subscribe我的channel 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真的是... 拼了命的在做節目喔 那一天為了要拍... 那個...我想要拍到鬼 然後我就打燈 然後到處在那邊亂拍 我覺得這可能是我中邪很大的原因 我真的是對他們非常非常的抱歉 然後我也一直說 對不起...對不起喔 希望你們原諒我 然後很...就是... 可能他們也... 只是想要給我一個小懲罰吧 所以我回到多很多就好了 但是...哇...這個經驗真的太恐怖啦 所以...那就這樣子啦 謝謝...希望你們...就是... 我明天就會更新新的影片啦 那就請大家期待我的次紐澳良之旅吧 那我們下集見 掰掰